今天让人出不了门 就有很多艺术表演团体 也必须要在这个时候 转变自己的形态来呈现 像是长期关注长照 还有社福议题的 水面上与水面下剧团 就把舞台剧 转化成了线上表演的模式 进到市区会议室 就能欣赏演出 做妈妈的永远有担不完的心 尤其要是家里的宝贝 有罕见疾病 更想全方位顾好顾满 舞台剧《呼呼》 从二零一九年起 就邀请家庭中的长期照顾者 与专业演员共同参与创作 透过戏剧疗愈彼此 也用对话跨越隔阂 可是因为你们愿意跟别人分享 你们才会让那些 很孤单的人知道他们不孤单 也才有机会可以照亮别人 但疫情的突袭没有让创意止步 水面上与水面下剧场 利用视讯的方式 让舞台剧在网路上登场 不但能针对议题更聚焦 参与的观众也有更多发声 以及与演员互动的空间 网路即时互动剧场呼呼 将会在四号及七号举办爱心家演场 用更贴近生命故事的戏剧呈现 来抚慰每颗在疫情中焦虑的心 华市新闻梁洪志 蒲新宇台北报道